这几天 黑龙江省的大豆正在陆续播种 在黑河地区 一批更适合高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新品种 为今年的秋收种下了新的期待 如果说增加种植面积是提高大豆产能的1.0工程 那么今年春耕黑龙江大豆主产区 它即将进行的就是扩大产能的2.0工程 那么如何升级呢 从我们两种开始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黑龙江大豆主产区孙武县 那这里大豆的种植面积比例很高 全域170万亩的这个耕地 其中就120万亩是大豆的 我们看两个蜘蛛啊 这是去年当地主推的咱们这个大豆的品种 那么这个蜘蛛上大概结了有30个豆甲 那它能打多少粮呢 一个蜘蛛上大概就是100粒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大豆 那么这个是今年即将大面积推广的这么一个粮种了 我们看它的蜘蛛更高 而且豆甲会更多 它一个蜘蛛上它的产的豆就这么多 大概是150粒 而且呢 我们这个豆甲上面四个豆的豆甲特别多 大概占了整个蜘蛛的三分之二还要多 这是两种的部分 今年的新变化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大面积使用了一个因地制宜的两种 同时呢 大豆的种子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蓝色 那经过褒衣之后的大豆种子是有效可以防止我们根腐病的发生 我把种子放回去 我们见过大马里拖拉机播种的一个大场面 那播种的深度 包括它的这个播种在土壤当中 种子是什么样情况的呢 我们也通过这么一个玻璃缸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就地取材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黑土 我们夹个种子 它当地这个播种大豆的一个深度 大概是两到三厘米 也就是这个样子 好 盖上土 播种机过去之后 我们的大豆的小宝宝 这个种子就在土壤当中了 那么第一步它将出苗 然后呢再扎根 大概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大豆苗就会慢慢地从我们泥土当中钻出来了 因为每一个机温带生产的种子都不一样 适合的种子也都不一样 我们要选择最优质的品种 是从这个高产的角度来说 适合我们最适合我们就是当地的品种 过去在我们这个亩产能达到多少 那今年有望能达到多少 过去我们的亩产大概在200到300斤吧 今年有望再突破500 记者在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了解到 今年春耕 一批从南繁基地繁育的早熟大豆品种 在东北高纬度大豆种植区进行了推广种植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纬度地区 积温不足等不利因素导致产量低的短板 另外倡导更精细化的田间管理 以及构建起单一品种单一收购的模式 也将成为提高大豆产能和豆农增收的新举措 整个种植模式上要有一个改进 更重视大豆的管理使它产量提高 其实这几年我们连续有大豆大面积产量提高 就是管理上去了 那种科学的管理就急需进入每家每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